头条开讲我们要充百万订阅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标题这样写着 中国欢呼RCEP贸易协定生效 但是看看后面的这一句 华盛顿压力陡升 结果这个媒体 还是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的报道 蓝老师 所以美国的媒体自己都在观察 华盛顿的压力来了 是吗 对因为美国它现在自己困住了 美国它希望的是增加这个制造业 也就是说希望它的制造业往美国移动 或者是美国原来的企业 在海外投资的企业回流到美国 也就是说就两个 一般来讲是两个途径 一个就是美国的制造业回到美国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外国的投资者 到美国来投资 例如说他要台积电 或是要红海 去他那边投资 创造他们更多的制造业的就业机会 那美国为了要完成这一项 所以它暂缓了所有的全世界的自由贸易协定 不管跟英国跟欧盟 或者是跟大陆 或是跟这个亚太地区 它全部都暂缓 因为如果说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它一开放的话 那等于是双方的关税 一直往下降的时候 美国又变成一个最大的消费市场 而不是输出市场 那他要先让他自己的制造业 站起来了以后 再把这些产品输出去的情形下 他才要开始去处理这个自由贸易的问题 就是把关税下降 有利于美国产品对外输出的问题 可是问题就在于 他目前他的国内的就业环境 工作环境 还有生产创造力竞争力的环境 并有利于这个大规模的制造业往美国移动 而且他本身也没办法真正的能够释放出 非常有利于制造业回流的这个环境 例如说你的土地成本要下降很多 电力成本 劳工成本 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工会组织的 运作各的有效能 你这个各方面的变数那么多的情形下 使很多的这些投资者 他本身尤其是生产制造商 他不太敢到那个地方来投资 所以你看鸿海说要去投资 动作做很大 结果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到位 那从这个角度 你就可以看到 美国之音他为什么会大声疾呼 就是因为目前来讲整个拜登的这个团队 他是完全不动这个自由贸易区的问题 可是RCEP已经生效了上路了 那目前来讲已经有十个国家都批准了嘛 那他是十五个国家 韩国是下个月一号 二月一号 那就会正式生效了 所以就会有十一个国家 那这个大的经济体都已经进来了 包括中国包括日本 那如果二月的时候包括韩国 这个大的经济体都已经全部都进来了 进来的时候他的区域内的 这个区域内的贸易额一定会上升 而且会大幅度的上升 以后不用靠美国啦 我们自己来就好了 你讲的很好 就是美国的影响力就会一直往下走 那中国大陆影响力一直会往上升 因为中国大陆他摆明了 他的整个发展策略是 不只是外销 他更鼓励输入 所以他更鼓励你区域内的经济体 把你的东西卖到中国来 所以你看习近平他会宣布说 东盟的国家未来五年 比如说几千亿三千多亿美元 他希望你的产品 优质的农产品卖到中国大陆来 所以中国大陆愿意扮演一个 最大的消费者的市场 刚好跟美国相反 所以中国大陆愿意卖进来 又卖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里面 那你想想看 大家的关税往下降 尤其第一年的时候 现在就开始有65%左右 有些国家是50几 他的关税已经直接降到零 那直接降到零 例如说原本是10%的 或是15%的关税 一下降到零的话 他的贸易有一定会上来嘛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大家就会看说 大陆的影响力绝对会超过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对啊你看这关税一降 东西变得便宜了 更好买了 大家购买的意愿一提高 马上这个贸易额不就增加了吗 增加了之后 大家就数销票就数得很开心 可是美国呢 美国之前就是觉得说 哎呦这个如果我们要加入 这个组织那个组织的 就你得要让的我 我也要让的你 我们要互相考虑对不对 可是美国就不想让啊 尤其川普那个时候 觉得我为什么要让利给你 结果现在搞成这样 好但是话说回来 既定的事实就是如此 RCEP启动上路 然后呢那你现在看看 目前中国大陆在上海这个港口 2021年 它的货柜输送量 又继续往上提升 破4700万标箱 已经是连续12年拿全球第一 那么你看外货货柜输送量 超过3200万年增率3% 内货货柜输送量超过630万标准箱 年增率2.3%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着说这凸显上海港 国际中转枢纽的地位了 哇地位一增加 那现在啊 谢谢大使 刚才前面讲了这么多 大陆的经济会因此被带动 那这里更是会居高不下啦 恐怕更加的难以超越了 我们在讲的是这个上海港的货柜输送量 连续12年是全球第一 上海主要是阳山港 阳山港还有优势 它绝对不会塞港 因为它全部全部都全自动化了 看那个码头就是都是那些自动的那些车辆 在这个非常快速 高效率 然后量能也有大 所以中国作为这个世界工厂来讲的话 配套也是世界一流的 你今天中国的这个几个大的全自动化港 真的不要说欧洲没看过 美国也没看过 那美国现在还苦于什么 美国还苦于它的长笛港 在外面有60多艘船不能够卸货 找不到柜子 柜子进来以后找不到地方放 所以美国的这个问题 不是三两天造成的 也不是三两天解决得了 中国大陆在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里面 不是只有在做制造业 所有的基础建设 都是用弯道超车的方式 走到最先进的那个地步 所以大陆这个阳山港 很多外国人去看了以后 真的 当场有的痛哭流涕 他说差太远了 他一个量可能一个阳山港的量 就超过欧洲很多国家几年的量 所以你说今天中国大陆变成世界工厂 那整个配套也是世界一流的 所以未来世界的经济 是谁是要独领风骚 这个如果正常情况的话 那当然是中国大陆 当然是大陆 就因为如此美国才怎么样 使出所有的奥博 就是跟打球一样 给你吃拐子 用脚来扮你 然后就是要严阻你 可是问题就变成说 今天大陆有这个实力 那么你美国就是没有 美国就是没有 美国能够找到优势就是科技 科技去卡 那你问题你美国自己的 你看国内的问题 一大堆问题 都是你们有好的基础建设 现代化的基础建设 请教官下招集令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 加入订阅充次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距了 按赞 分享 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